奔驰宝马合并业务意在移动出行对抗Uber 原标题奔驰宝马合并业务意在移动出行对抗Uber 北京时间3月29日消息聚国外媒体报道 在姆勒集团和宝马集团计划将两者的汽车共享业务进行合并和并之后的业务单元 将向Uber等同类型移动出行企业发起挑战 在姆勒和宝马在联合发布的声明中 指出双方将整合各自旗下的出行服务业务模 快姆勒旗下的Car2跟和宝马旗下的Drive的业务将进行合并 此外双方在出租车 共享驾驶以及停车定位方面的业务也将进行合并 和扩充双方将各掌握合资企业 50%的股份但在汽车等核心业务中双方的竞争关系将保持不变 社家合资企业将只在以下五个领域的服务进行整合通过Move和 即时出行 Regional实现多模式和按需出行 整合各自的Car2go以及Drivo共享汽车服务 整合MyTaxi、Sofar、DriveClaver、Taxi以及Bit网约车服务 整合ParkBlo和ParkMobile部车服务及时充电 Chargino服务和数字化充电解决方案 另据媒体报道数百位出租车司机 在本周二当地时间3月27日封锁布鲁塞尔市内交通并进行示威抗议 他们要求布鲁塞尔当局取消强化 本共享驾驶APP在本地开展业务简便性的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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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